終於走上松冰城 那天守閣就在那邊啊 這邊的view其實也還不錯 來,我們來看看這裡 富士劍如 也就是這個方向之前的話可以看到 能見路好的話可以看到 富士山 富士山 哦,體力變差了 再來環景一下 好,等一下我們要前進天守閣啦 小碗在推車裡面坐的 因為推車他想要坐推車他不想上來 爸爸揮揮手 一步一步向前走 冰松城 只有 呃,走上去一階兩階 看起來三階 應該看起來是兩階啊 高度 以前這四個成績 後來這是從 重新 改建的 這個是另外一邊的 呃 街景 我再看一看 天守閣 天守門 一共兩百元 這就是 公通票 天守門 一共兩百元 那這個就是2023年新的大和劇啊 影片簡介 STAMP 蓋章的地方 好似乎 哇好漂亮的商品啊 在這裏挖掘一些以前的古物 這些啦 秀 秀宗 上來第三階啦 天守閣二 哇 一望無際 瀏覽整個城市的美景 這一側就是整個公園面積的範圍比較大 下面當然也是種了滿滿的櫻花樹 接下來我們就去天守門看看吧 哇 紅色鳥居 天守門大概就是簡單的介紹這裡的遺跡的內容 這是從停車場要到冰松城的入口處 這邊有廁所 然後前面會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公園 小朋友可能會在那邊跑跑跑 這裡有一間 星巴克冰松城公園的星巴克 好啦 大概捲捏看了一下 那個冰松城的部分 那我們就再會啦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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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